我一个很年轻的学生 很晚来找我 很苦恼的样子 我说你干嘛呢 他说我在加油站 当然现在加油站都改善了 讲的是以前的事情 不是现在的事情 不要告我 他说我们那个油就这样加 然后收回来的时候 有一份油会流回去 每一次流一点回去 所以我们的库存 会比我们的账面要多一点 那多一点还给公家 就表示我们这个剂量不整确 所以干脆把它卖掉 那卖掉怎么算呢 那钱就大家分了 可是我这个人因为 我妈妈从小告诉我 我一份的钱不能要 所以我就不敢要了 那不敢要又不能不要 那怎么办 你看这种事情 其实蛮多人会遭遇到的 当大家都这样做 你一个人不这样做 你就会视为异虑 如果你要辞职 人家就认为你要去告密 干脆把你杀掉算了 这个真是进退两难 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不要惊动任何事情 你就继续这样 然后你就开始讲说 我妈妈说 妈妈是最管用的 我妈妈说 我还要再去读书了 然后一段时间你就退掉 不要去干扰这些事 你知不知这样 不然你怎么办 我问你 你怎么办 对不对 有很多事情不是说 你说怎么样就能够改善 它慢慢慢慢的 随着时代 能够 那四个字很重要 日有寸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